灵娥一听这话 顿时就来了精神 这么多年 她为了攻略自家师兄 也算是绞尽脑汁 百般算计 但始终是百思不得其凶 让她经常感觉有些挫败 灵娥当真是怕 怕师兄对自己的关爱 关着关着 就成了纯粹的关照 她可是 十六七岁情窦初开时 就受门内道吕之风影响 确定了此生 必须成为师兄道吕的小师妹 可随之 灵娥心底 也就没了太多期待 她大概知晓 这位焦人族的可爱妹妹 能拿出什么 推胸之道 无外忽耀 一 感情三大法 煽情走心 情景渲染 妆醉娇弱 投其所好 欲情故纵 欲拒还淫等九小数 这么多年 她在失败这件事上 从来没让自己失败过 哪般能想到的套路没用过 一直到她近来 觉得师兄可能现阶段没心思找道理 所以集中精力 巩固自己师妹形象 又和师兄保持稍微一定的距离 以免自己被师兄真的当成亲妹 故 灵娥并未抱太多希望 只是客气地回应了一句 不瞒妹妹 我心底自是有人的 久久在旁就扑斥一笑 对江三道 此人呀 刚才你还见过脸 哦 莫非就是那位长寿兄长 灵娥不由翘脸飞侠 虽有些不好意思 却是轻轻汗手硬了声 啥 熊灵力的那颗小脑袋 从旁边凑了过来 可能是因为 她身躯太过雄壮 让江三 禁不住朝灵娥身后躲了躲 熊灵力惊奇道 灵娥你稀罕我表兄呀 灵娥顿时脸蛋更红了些 经不住一手遮面 久久顿时乐不可知 正盘坐的她 板着脚丫一阵大笑 差点就重心失衡翻过去 江三却是鸣嘴轻笑 心底落下了一块大石 两情相悦 这就更好办了 为了防止龙族极个别的风气 影响到自家一意 她这次下了血本 小小地帮这位长寿兄一把 让她能轻而易举抱得美人归 于是 江三在灵娥耳旁 轻声道了几句 嘀嘀咕咕 如此这般 灵娥先是正了下 随后便问 当真 自然 我怎会骗姐姐 这可是我们一族 难得一见的宝物呢 江三柔声笑着 在手镯上取出了一只锦盒 递给了灵娥 此物就当作 是给姐姐的见面里了 灵娥忙道 这太贵重了 你我初次相见 不可这般 姐姐 你当真要体谅下妹妹这番心意 江四探声道 我予以 婚事出定 我只是叫人族排不上名号的公主 已却是龙族族长之子 以心中最为信赖的 便是这位兄长 也曾叮嘱我 让我背一份厚礼 我左思右想 也只有这般礼物 对人交道成来说 应景且算别致 若姐姐不收 我便在此地砸了她 回去对于请罪便是 灵娥轻轻眨眼 忙道 莫要如此 我收就是了 多谢妹妹 与此同时 某个正用神念两边看戏的海神教大教主 对自己二教主神念传声 你道理心思细腻 也挺有主意 若你有事拿不准 可以跟她商量商量 哦 敖尹用神念盲问 兄长何来此说 李长寿笑道 你今后问一问 就知 我听他们在屋内说话 突然有所感慨罢了 敖尹顿时有些疑惑不解 李长寿到了剧继续看戏 敖尹也并未多说 此刻 那龙族来的高手 已经落在海神庙前院中 不断来回踱步 尚未有其他动作 但李长寿觉得 此龙应该是在等 等凡人涌到此地 等龙族驻扎在南海的高手 注意到他 李长寿略作思索 将心神大半落在安水城 暂时不去多管草屋那边 启动指导人在地下静静潜伏 并对城中的24名 雄寨神石组成的雄支队传声 让他们立刻赶来此地 不管这个不速之客如何出招 李长寿都已做好应对 随时可以化被动为主动 敖仪此时就在自己身旁 而且通过敖仪转述 四海龙王与龙族那些 真正强横的老龙 都已提前知晓了西方教的算计 甚至 李长寿此事已经写好了 给玉帝陛下的奏标 言说 接下来南海海神教与龙族 故意闹掰 是逢场作戏 但李长寿依然觉得 有些不太稳妥 担心自己有思虑不周之处 洪荒之中 任何敌人都不能小觑 更何况 西方教一门双胜 做事本就不择手段 李长寿一刻不停地注视着 这条画形后围 中年男人模样的龙族 墓中划过少许锐芒 心底浮现出了数十条 密密麻麻的故事线 道友 自己动吧 被杨徽还是被打一顿 全看到有怎么选了 小穷风 湖边草屋中 江丝已是将那锦盒打开 四人或站或坐 都围了过来 锦盒之中 有一颗眼泪形状的浅蓝宝珠 其上流光一彩 有一缕玄妙道运营绕 若盯着它看一阵 心底就会出现 一缕七碗动听的吟唱声 如愿如素 如气如目 江丝轻声介绍着 此宝珠名为 钱世类 我们焦人族有一则骨絮 一生只能与一人相爱相守 这般钱世类 便是心有所属 却无法与爱吕厮守的族人 孤身终老 在寿元耗尽之前 自己的胶珠 便化作这一颗钱世类 赠予其他族人 以免再有遗憾 只要心底念着 自己心爱之人 钱世类记下了此人 他心底便会对你 动一分情念 熊灵力赞叹道 还有这么邪乎的东西呢 久久嬉笑着 点评道 若是天仙的话 单相思十万年 这怨念 足可感动天道了 熊灵力又忍不住嘀咕 可这不就成了用墙了吗 两情相悦 才是最重要的 江丝儿眨眨眼 怎么 他这一组美丽的故事 到了这两位口中 就 就这般不堪了 灵儿沉吟几声 小声道 师兄心底应是有我的 这宝珠 对我应该无甚大用 只是 嗯 稳多起见 我用一下也无妨 四儿妹妹 此物当真只是 让师兄心底有我吗 自然 江丝儿笑道 百事百灵 也不会有其他效果的 灵儿继续沉吟 目中带着几分犹豫 还是道 我虽信得过妹妹 但此物却关系到我师兄 而我也想用 四儿妹妹 我有个不情之请 可否请你立下一道大道誓言 保证你刚才所说属实 而此物便是你所说前世类 江丝儿震了下 人族 都这么严谨的吗 江丝儿忙道 自然 我这就立大道誓言 还请稍等 灵儿不好意思地一笑 我先将誓言内容做好 写在一张纸上 由妹妹来读吧 如此妹妹也可省心些 江丝儿顿时一顿眨眼 心觉这可能是人族的规矩 便点头答应了下来 从大海中长大的她 当真有些猛猛然 很快 江丝儿念了感念明示咒 送了大道誓言 小穷风上空 响起闷雷之声 誓言中 若她刚才有半句虚言 此物若对长寿兄长 有半分动情之外的危害 就会有一道小小的雷霆 轻轻披落 这主要是用以辩明她话的真伪 而非借大道誓言成借 虽 江丝儿心底坦荡荡 确实没说谎 但刚刚 还真就有些莫名的心虚 还好誓言之后并无异状 灵娥总算信了江丝儿的话语 将那前世 泪宝珠拿在手中 仔细端向 旁边三人都聚精会神地看着 灵娥 要不还是算了吧 哐当几声 江丝儿 九九 雄灵力 琪琪被晃了得亮呛 九九故意吓她 灵娥你用不用 你不用我拿来用了 用 用 唉 当真怕被师兄臭骂一顿 灵娥咬了下嘴唇 闭上双眼 捧着前世泪 心底开始想着 师兄与自己相处的一点一滴 渐渐地 手中前世泪中 生起了鸟鸟烟雾 其内凝成了李长寿的身形 九九在旁奇怪道 灵娥 这是小长寿 虽然鼻子还是那个鼻子 眼还是那个眼 为什么总觉得 这像是两个人 这里面的小长寿 明显要好看很多吗 江丝儿倾笑道 这是灵娥姐姐 对长寿兄长的印象 九九顿时明白了 而知道正确的答案 灵娥自然不可能直接说 自家师兄平日里 有一层普通色的伪装 灵娥低声问 接下来如何做 她话音刚落 前世泪化作了一股水流 这水流飞出草屋 直接消失不见 虽然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是有些不明所以 江丝儿忙道 这就成了 稍后灵娥姐姐与长寿兄长 只需见一面 就能看到发生了何事 这么神奇 久久在旁轻声赞叹 灵娥也不免有了些 小小的期待 正此时 李长寿心底 泛起了少许异样之感 这种感觉 就像是 像是此前 月老用相思术 对自己因缘泥人出手时 那般 心底浮想连篇 但这次出现的人影 都是自己最熟悉的师妹 小灵娥 月老老铁 在线稿时 李长寿愤出少许心神 略微分析了下自己 先时此前捕捉到的讯息 焦人族传说 前世类 小灵娥 李长寿顿时有些哭笑不得 这不是浪费吗 这 有着好东西 给师父或者师祖留着 为师父促成一段姻缘 让师祖搞定忘情上人 那岂不是美事一件 李长寿暗自摇头 一直躲藏在地下密室中的本体 也取出了一幅画轴 这是他 白眉老了图 系列最新作 钢铁老玉 然而 李长寿刚准备认真观摩 仔细学习 心底那份刚刚出现的骚动 突然消失 让他都有些措手不及 什么情况 焦人族这么不靠谱 这种前世类 还有假冒伪恋 莫不是 宁出这低前世类的那位焦人 生前其实有些别人不知道的故事 为了自己身后名声 故意立了个牌坊 李长寿暗倒无趣 分了一缕心神 随时准备应战前世类 他大半心神 此刻都落在了安水城海神庙处 既掌控了三只指道人 还维持着神念 与熬以随时交流 双线多点同时操作 已成基本操作 对于灵娥这次的做法 李长寿并不会罚她 灵娥只是想表达她的心意罢了 自己此时虽不愿领 但也不必让她太过失落 她也是有良心的 相反 师妹最先考虑的 不是她自己心意能否顺利表达 而是挂念她这个师兄的安危 让江丝儿立下大道誓言自证 李长寿对此 还有些小小的感动 罢了 为了灵娥好 稍后还是 让她抄稳自经三千遍吧 然而 李长寿所不知的是 就在片刻之前 灵娥用了前世类 那一缕流光消失之后 静直出现在了月老殿中 化作了一缕水流般的流光 缠绕在了月老的手腕上 正在捏音员捏人的月老动作一顿 还以为天道老爷给活了 但仔细感应 便有所明悟 原来是有人用了 焦人族的前世类 这是姻缘规则中 一点小小的契约 用了前世类 自己就要按前世类中的讯息 促成一段姻缘 这虽非天赐姻缘 但也是天道许可之事 月老通常都会帮忙搭线 让频道看看 这次是焦人族的谁 嗯 目标是杜仙门弟子李 诶 长寿小友 月老眉头一皱 随即冷哼一声 将手中那股水流 直接捏碎 还扫了扫衣袖 这种事 竟还算计到了长寿小友身上 当真是好大的胆子 频道答应过长寿小友 不干扰他的姻缘 岂能随便助你 哼 月老摇摇头 继续捏 弄面前的姻缘泥人 想从姻缘方面 对李长寿小友动手动脚 也要问过他 这个天庭正神才行 几乎那水流 被月老捏碎的瞬间 湖边草屋中 正取笑灵娥的久久话语一顿 原本已是觉得心安的 姜丝儿信念邓元 一旁的熊灵力 可爱脑袋歪了下 那只打开的锦盒中 一缕缕流光环绕 又凝成了那只 泪滴状的前世泪 不仅如此 前世泪上还飞出一缕虚影 像是硬塞回了灵娥的心底 姜丝儿失声道 退 退回来了 怎么还会发生这种事啊 灵娥顿时苦笑一声 抬头揉了揉额头 有些欲哭无泪 完了 师兄肯定知道了此事 用了什么法子得破了 等姜丝儿走了 自己吻自惊 估计有得抄了 草屋中顿时一阵安静 姜丝儿抬手扶着额头 已经开始怀疑 其并不算漫长的余生 然而 李长寿虽用先石 记下了这一幕 此刻却并未来得及分心关注 只因安水城海神庙大殿前 那条龙故作犹豫 徘徊了许久 似乎才下定决心 踏步走向了殿门 这边才是正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